上山打猎 朋友却重担身亡 事情发生在新北市的双溪 男子第一时间公称 怀疑死者是遭人枪杀 后来又改口说可能是枪支走火 但是他又把枪支还有子弹等等 丢弃在草丛当中 种种疑点让警方怀疑 案情恐怕不单纯 要深入理情 拿着手电筒消息男子 带着警方指认案发位置寻找枪支 因为25号晚间新北市双溪山区 惊传枪响导致一人死亡 消息男子公称和死者张姓男子 等人携带自制土造枪支上山打猎 没想到分开抓虾时突然听到枪响 找到死者时发现遭到枪击 伤势严重 但警方再追又改口 公称是枪支走火误伤自己 公辞不一 加上事后他要将枪支和子弹 丢弃河床边的草丛内 让警方更觉不寻常 当事人初步坦承自制土制枪支 带上山打猎 不慎发生枪支走火的意外 造成张明的身亡 中弹的张姓男子送一抢救后 依然宣告不治 到底死亡源以为何 就带警方进一步厘清 记者泰智恒请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